解放海南岛战役,他带领一个团兵力力手工,后被授予上将军衔,1949年广州解放后,解放海南刻不容缓,毛主席指示1950年春夏之交,古雨前后,务必解放海南岛。 解放海南的任务主要由四野的第四十军承担而刘振华,正在四十军118师任政治部主任,是年他28岁这位身经百战的传奇将军,最为人经济乐道的是28岁,时任四十军118师政治部主任时,率领一个加强团成功登岛,为海南全岛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特殊作用。 2015年2月刘振华著作《海南之战》,正式出版,1949年末国民党军,在大陆溃败后残余部队退至一些岛屿,其中最多的是退至台湾岛,其次是海南岛,妄图以两大岛屿互为机脚,建议作赋于顽抗,垂死挣扎,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卷土重来。 海南岛是南中国的门户岛上资源丰富战略地位,十分重要如不早日解放海南岛,后果不堪设想,解放海南岛的任务就在这样的背景,下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军团。 临战前当次时军军长韩仙楚,考虑谁来带队前渡穷州海峡时,一些干部似乎显得并不那么积极有的进行驾到后方小兵大志去了,这也难怪二十八年的枪林弹女眼看就要有功可拘,有福可享了谁能保证这一仗没有危险呢而,且这一仗是破天荒的渡海作战险象还生,危机四伏。 作为率部前渡前行的指挥员,不适于把脑袋放在波涛上,随时都有被冲走和覆没的可能。 关键时刻作为施政制部主任的刘振华挺身而出,他找到军长主动请战,要求带队前渡穷州海峡部队渡海前夕敌人疯狂,带队我居民进行清剿和猛烈的扫荡。 尽管如此穷牙纵队的指战员,并没有畏惧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,共计兼敌四千多人同时拔掉敌人据点三十多个。 特别是穷牙纵队第三总队在定安林口战斗中,经过三次战斗歼灭了敌人一个团,最终拿下海南岛。 1955年9月,被授予大校军衔,1964年4月晋升为上将,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。 2015年9月2日刘振华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。 今年在北京市是小年97岁。